擬據國民教育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4. 審查委員春天輝等23人擬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條文修正草案 5. 審查委員鄭義軍等27人擬據高級中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6. 據審查委員黃國書等26人擬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25條及第53條條文修正草案 7. 審查委員黃國書等27人擬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67條條文修正草案 8. 審查委員黃國書等21人擬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14條條文修正草案 9. 審查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據國民教育法徵定第4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本日審查與綜合詢打委員高錄委員等18人提出質詢 金經教育部部長吳司法及相關人員提起答覆說明 另外委員陳天輝順便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決議 1. 高級中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 第一案第四案至第八案並案審查 2. 審查通過條文 草案第14條 照委員黃國書等提案通過修正通過 草案第25條 照委員黃國書等提案修正通過 3. 草案第43條 除第一項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外 7. 照民進黨黨團提案修正通過 第四 草案第43條之一 照民進黨黨團提案修正通過 5. 草案第13條之二 照民進黨黨團提案修正通過 6. 草案第51條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7. 現行條文第52條 照委員鄭立軍等提案第53條修正通過 8. 現行條文第53條 照委員鄭立軍等提案第52條通過 9. 現行條文第54條 照委員鄭立軍等提案第54條及第54條之一修正通過 10. 草案第55條 照委員鄭立軍等提案修正通過 11. 草案第67條 照委員黃國書等提案修正通過 3. 條事授權 意識人員調整 4. 文案不需交由黨團結商 5. 文案審查完軍擬據審查報告提前院內討論 院內討論時推請黃昭及委員國書補充說明 2. 國民教育法徵定第4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國民教育法第8條條文修正草案 1. 第二案 第三案 第9案 並案審查 2. 審查通過條文 1. 增定草案第4條之一 照委員黃國書等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8條 照民進黨團提案修正通過 3. 本案不需交由黨團結商 4. 本案審查完軍擬據審查報告提前院內討論時 推請黃昭及委員國書補充說明 3. 對委員執行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順便答覆者 4. 請相關機關於澳洲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4. 案委定時指定及現者重啟指定 4. 第一案至第9案均報告及尋找結束 4. 因此提案公立案均修正通過 先讀完畢 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沒有錯誤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我們就確定 包括委員會今天的議程為 繼續並案審查委員陳學勝等19人 委員管碧琳等24人擬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 委員何欣春等22人 委員黃公書等18人 委員鄭天才等20人 委員何欣春等19人 委員鄭麗俊等26人 親民黨黨團擬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蔣乃清等22人擬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蘇智芬等16人擬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及第76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鄭麗俊等26人擬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黃公書等18人擬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1條 第94條第97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李俊義等23人擬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4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草案第5條以下逐條審查 不尋它進行逐條審查 我們首先介紹今天出席的本會的委員 我們第一位黃國書委員 大家好 何欣存委員 張廖萬劍委員 張廖萬劍委員 管碧林委員 吳思瑤委員 不能唸錯 書巧惠委員 還有高陸以用委員 還有高欣數美委員 還有鄭天才委員 那我們教育部請我們的陳永豐陳次長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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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我們陳永豐次長 還有我們蔡秉坤次長 還有我們許秋黃次長 列席來一起來協商 那這個部長 因為今天有事跟我請假半天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要進行審查 委員如果有法案的修正動議 臨時提案請儘快提出 現在就請就協商為止 發言時請用麥克風 列席官員請先告知 指稱姓名以例公報的紀錄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協商 好不好謝謝 你那個喔 你是不是有拜託別人 小孩的事情有拜託別人 對 造成不到困難 所以現在變得不好處理 因為人家 人家沒有答應的對方 變成我在出面現在有困難 你懂嗎 我這樣講就準確吧 其實國長三天沒有拜託 沒有拜託別人 我自己做事去幫忙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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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動議上面一個 也是 他們跟我講了 所以現在有點困擾 好吧 我給你報告一下 還在處理當中好不好 歡迎柯智文委員也來到現場 謝謝 謝謝 好 好 現在我們繼續進行 第五條 主席 對不起 上一次不是有說那個順序要調嗎 那是現在處理還是 怎麼樣 那個 條文的那個 就是史跡啊 紀念建築啊 那個順序不是說要調 我是因為史跡的性質 跟文化景觀的性質是一樣 所以我建議二的史跡 是不是擺在考古遺史六下面 文化景觀的前面 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個部分要現在處理嗎 是 是 現在是不是可以 因為史跡變成就是說歷史建築是二 刮五二 紀念建築刮五三 紀六建築群刮五四 考古遺史刮五 史跡刮五六這樣子 那部分 是 我們是這樣 因為史跡我們跟史跡跟文化景觀 擺在第四章 後面就不要改了 文化景觀那個都不要改了 後面都不用改 對 然後那個9 那個級要改成頓號啦 自然地景頓號自然紀念物才對 我們那天不是討論很久 第9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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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款的7 7不要改 7不要改 對 7先刪掉 7沒刪掉 第9位 第6位 第9個 第9項 第9位 第9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条文 在上一次会议的时候 已经确认过 所以我们要再提复议案 行事上再复议案 要了 安全了 我本来说直接修就好了 安全了 没关系啊 安全安全就好 可以啦 好 那还要再宣读一次咯 没关系我们既 那个大家如果没有问题 请文化部宣读一下好了好不好 第三条 本法所称文化资产 只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文化价值 并经指定或登陆之下列有形及无形文化资产 一有形文化资产 瓜葫一 古蹟指人类为生活需要所营建之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之建造物及互属设施 瓜葫二 历史建筑指历史事件所定着之或具有历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之文化艺术价值 应于保存之建造物及互属设施 瓜葫三 纪念建筑指与历史文化艺术等具有重要贡献之人物相关而应于保存之建造物及互属设施 瓜葫四 聚落建筑群指建筑四样风格特殊或与景观协调 而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之建造物群或街区 瓜五 考古遗址指指蕴藏过去人类生活遗物遗跡 而具有历史美感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之场域 瓜葫六 史基指历史事件所定着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应于保存所定着之空间及互属设施 瓜葫七 文化景观指人类与自然环境经长时间相互影响所形成 具有历史美学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之场域 瓜葫八 古物指各时代各族群今人为加工具有文化意义之艺术作品 生活及礼仪器物图书文献及影音资料等 瓜葫九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指具保育自然价值之自然区域 特殊地形地质现象珍贵稀有植物及矿物 二 无形文化资产 瓜葫一 传统表演艺术 只流传于各族群与地方之传统表演艺能 瓜葫二 传统工艺 只流传于各族群与地方以手工制作为主之传统技艺 瓜葫三 口述传统指透过口语吟唱传承世代相传之文化表现形式 瓜葫寺民俗指与国民生活有关之传统 并有特殊文化意义之风俗仪式祭典及节庆 瓜葫传统知识与实践指各族群或社群为因应自然环境而生存 适应与管理 常年累积发展出之知识技术及相关实践 那個 等一下 回到史基那地方 美感跟美学好像你们没有同意 有的地方用美感有的地方用美学 你回去看 考古遗址这个地方用美感嘛 对不对 好啊你下来 下来 文化检官这里用美学 所以是不是都把它改成 用美学是不是比较 比较统一吗 然后你看 考古遗址的历史 然后有民族学 人类学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用美学才对 是不是 同不同意 可以吧 好 所以那个感要改成学 考古遗址 有啦 一个有学术 一个没有学术 就这样啦 对啦 一个不是直学吧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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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学术 一个不学无术 麦克风料理在哪里 像我就是 不要抗力到麦克风料理 对啦 对啦 应该是这样比较好 是 因为前后里 文化检官那个地方也不理学 所以直觉的不算 所以直觉的不算 直觉的不算 還真的要用 文化检官用美感还没想 可以 前面的地方一定要用美 就是这个 也包括他不学术 没有 文化检官已经改成美学了 对啦 都改了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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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比较有瑞学 对啦 对啦 美学就是把简单 这种很复杂 弄一堆理论出来 好了吗 这个条文没有问题吗 有复议案 有复议案 官委员有签了吗 有签过了 那我们复议案就通过好了 只有针对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草案 第三条内容 为其周延提案修正如复建 就是如刚刚我们所宣读的 提出复议案 那我们有陈学胜委员提案 连署人有黄国书委员 何欣存委员 柯智恩委员 张料万件委员 管碧林委员 高路移用委员 高晋宿门委员 吴思瑶委员 好 谢谢 好我们复议案就通过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五条 好不好 三支一条的修正动议 是什么时候可以 到原住民的那个 专条文的时候 好不好 我们再来处理好不好 OK 好 来我们现在第五条条文 来请文化部帮忙宣布一下 宣读一下 第五条文化资产快约2以上直辖市 县市辖区其地方主管机关由所在地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上定之 必要时得由中央主管机关协调指定 这个条文我们就维持原条文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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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第五条条文就照原条文 好 好 那我们第五条条文就 好 好 那我们第五条条文就 不出版机关这个 这个 就原条文 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啊 中央主管机关 对 好 第六条比较稍微 可以再讨论一下 那第六条 我们所有的第一条 主管机关 把第一条文 是是是 但是 我们在后面 第十三条 会统的时候 如果因为是主管机关 他就是 比较有关系的话 他就是主管机关 这个中央主管机关 就包括 所有在文师法上所讲的 中央主管机关 他还在 所以他没有类企 他没有类企 他没有类企 都是文化部 有类企统委 我也没有类企类似 请用麦克风好了 好不好 要不要留会议记录 有有麦克风 就直接讲一下 不是啊 请主席 是这样子 第四条里面 我们现在是 你的版本 或者是 是行政院的版本 都把中央主管机关 列为文化部 对不对 在直辖市 不一定 有时候农委会也是 对 农委会也是 他是看 哪些 是属于主管机关 是哪个部门的 对 所以你们看一下 我亲民党 我第四条我有提 我说呢 在中央分别为行政院 農委委会 以及原住民族委委会 在后面条文裡面 如果有提到主管机关 是谁 他就回到第五条 他就是主管机关了 是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在第十条里面 不要名列 不用名定 OK 好 那我们 第五条通过 第六条条文 第五条不好意思 我第五条 这边有甄列 文化资产所在地 直辖市或县市 他如果同时都是开发单位的时候 他的管辖权要移转的这个部分 放在第六条吗 一模一样吗 所谓的回避是什么 回避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先知政府地方主管机关 他刺激的开发案的时候 他的那个委员会的代表都要回避 对 对地方政府的那个机关代表都要回避 现在委员会的委员 是里面大部分三分之二是专家学者 是府外的地方主管以外的 三分之一有时候是三分之一 那碰到这种市集开发案的时候 我们是认为他们是应该要回避的 这机关代表要回避的 但是我这边认为就是说 如果说遇到他同时跟开发 我觉得回避这个不够积极 就是说应该是要交由就是 中央主管机关 这个好像在地制法里面好像有一点违反 那个地方自治法里面 以地方的实潜来做 我们不可能把每个案子有地方政府做的话 我们中央政府都跳下去 这个东西可能不符合行政程序 地方自治法里面有他们自己的权责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法令 让他要应该碰到这种事情 自己的案子自己要回避这样子的概念 不然这样子好我们就第六条先讨论看看 如果觉得没有办法我们再回来第五条 好不好 好 因为第六条就是涉及到回避问题 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案例发生过 我待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我们第六条条文 那么先起行政院就你们可能朝你的版本 先说明一下好不好 第六条主管机关为审议各类文化资产之指定 登陆废止及其他本法规定之重大事项 应组成相关審议会进行審议 前向審议会之任务组织 运作委员之聘聘任期违避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文化部隆委会分别定之 没有他是用我的版本 但是现在因为可能有相关原住民文化保存 就可能会有把原民会放进来 所以可能最后改成中央主管机关 大家可以来商调一下好不好 好来大家有什么意见 高路委员刚刚您再说明一下 就是你刚第五条条文的利益回避的事情 或审查回避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常常遇到过去在状况 不管是汉本移植 我相信文字局非常清楚 如果是说文化资产的所在地 他跟那个又是开发单位 或是促进民间BOT 像这种的主办单位 这样的方式 他可能会是求援兼裁判的情形 你再放在地方政府 还是会没有 他即便是有回避的问题 即便是做回避 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 比较公正客观 因此在这里是设定做为 这管辖权移转的设计 是看可不可以 就是说 在第五条这边再争列会比较好一点 我这点有举一个实际案例 这个我们上一届有委员有在处理过 就是南投竹山的日食宿舍 那么南投县政府跟南投县议会坚持 要把日食宿舍拆除要改建 然后甚至把这个文化局的 文字审议会的预算删除 让他没办法去审查 后来是我们紧急采取措施 由文化部把它暂定为 暂定谷记 然后拖了一年的时间来处理 但是变成地方政府 它坚持要开发的时候 我们文化部对它无可奈何 甚至连一个 比如说有二级二审的这种制度都没有 我在那个日食宿舍这个案子里面 我深刻感觉到我们中央看到 明知有可能会被毁损的这种情况 可是我们文化部却没有任何力量 这一点是不是局长你们谈谈看 这个应该要讨论一下 原则上是这样 我们在101条 101条 你只要地方政府 在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中 如果它有违法的话 我们中央才介入 现在原则上 现在的条文是这个样子 那这部分的话 有一些他们会有数验等等的话 会判断是不是有违法 就是在行政程序里面有违法的话 我们会依101条才进入 这个目前是在现有法律上是有的 这是第一个概念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第六条 我们有一个 那个执法里面有一个主施准则 在目前各位所上的第32页 我们的主施准则里面 我们可以再把它主施准则里面 写详细一点 第32页 也就是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这个他们的这个 机关代表的委员 就不能够列席出席来审他 这部分我们是可以来做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所讲 在101条里面 你只要地方政府 确实是有违法事项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 101条来介入 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目前有很多 刚刚 剛剛 曾沙伟都讲这事情的话 有很多监察院等等 都会送到我们这边来 确定有没有违法 如果有违法 我们当然是要101条去处理 像刚刚所讲的案例 实际上监察院也有在查 他看他们的审查程序有没有违法 是这样的程序 在处理是这部分 是这样子 主席我想 我有提修正动议 在第5条的时候 我想就是因为 过去常常会发生地方先市政府 在指定 在面临这些文化资产保存的时候 会有那种求援兼裁判的情况 那也发生过好几个案例 刚才赵薇有提 那事实上不止那个案例 所以我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用行政程序法的方式 我提那个修正动议就是说 直接就是在我们第5条的后段 加上文化资产所在地 直辖市或县市政府 为了开发单位 为开发单位 或为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 主办单位 那么而开发行为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时 因依行政程序法举行听证 因为会有很多主张要保存的一些 民间的这个 政府自己在说要开发 结果要 他根本 没有 他就根本觉得说 你不是业主 你没有表达这个保存的机会 那可能 那个因为他是求援兼裁判嘛 我就想 这个我就 我就不管他 我就忽略这个程序 所以我想 如果能够更 把这个保障 把这个位阶再提高到我们母法里面 那么稍微规范一下 就说 如果遇到这个状况的话 我们要开听证会喔 要让大家能够参与喔 然后有结论的时候 有争议的时候 有结论的时候 那文化部这边才可以介入 我想法是这样子 谢谢 我也是蠻同意就是 张料人的 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要 还是要再加上就是说 因为我认为 有关于规范的这个主管机关 他必须跟这个 不是主管机关 就是说 这个规范的课题 他必须要有 法律上的距离 不能就是 他是放在同一个 由地方 地方的这个主管机关 同时 去 去求援兼裁判 因为 太多这样的问题了啦 你如果没有办法 让这个管辖权 移转到另外一个 管辖权移转到我们 中央的主管机关的话 我跟委员报告 地方 自治法里面 就是属于地方牵扯 我们中央接触 我问一下 如果我们审查的结果 我行政处分 不是我在做行政处分 也要回到地方政府做行政处分 那地方政府还是不配合 也是没有用 因为我们中央政府是公告的 你做行政处分 只有重要国籍 跟国政府经常一种方式 历史剑指是地方政府的 也就是说我们帮他代行 那代行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 因为做行政处分的话 那也是地方政府在做行政处分 也是他们在公告 我没有效啊 我没有效 我没办法 我可以帮他们开会 做行政指导 但是我没办法做行政处分 那种行政公告的程序 所以那个还是要回到地方政府 那如果回到地方政府 如果他还不满意 他还是不做处理 他还是可以不处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了解 实际上地方自治法里面 有授予他的权限 只是说我们在这审议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他能够回避 也就是说 不要求援兼裁判 这个概念是这个样子 我想包括其他的环凭 也是这样子的概念 是这样子 我没办法代行 寫在立法说明好不好 好 立法说明也是三读通过 行同于法律 是 我们要求回避的东西是什么 没有前言后语 就两个字 是 所以这个部分的内容 你们写个立法说明 来给我们审看看好不好 好 那我们在组织准则里面 我们也会再修 好不好 对 对 对 我们在这个立法说明里面 我们办法处理一下 主席不好意思 在第六条我们看到 那个相关的文字 你就有文化部跟农委会了 那你如果不把 文化部跟农委会 那你如果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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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它不能列举 所以就回到中央主管 机关就好了 好 OK 所以 所以一样 因为我看他如果说 你把文化部跟农委会 农委会写 农委会没有放 好 谢谢 好 主席 刚回避的解决了吗 现在 局长 你回避你要用什么方式来说明 用立法说明 你也在 在主事准则里面 我们也把它说明一下 就是第32页的 这个准则里面 就我们在执法里面 我们也会特别在 条文里面也可以特别说明 有回避的一个要件 或回避的一个游戏规则 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准则里面 跟把它处理 那回避两个字要不要录条文 要 要 当然要 模法要授钱啊 模法要授钱 那是不是 前面就 照我的就是 一直到委员之临聘任期 回避 及其他 相关事項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对 好不好 这样加回避两个字 是 如果可以的话 对 由中央主管机关 定制 对 第六条我宣读一下 主管机关为 为審议各类文化资产之指定 登陆废纸 及其他本法规定之重大事项 应组成相关审议会进行审议 前项审议会之任务组织运作 委员之临聘任期回避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好不好 委员 是 主席 有关第六条 我有提一个修正动议 是不是 劳烦各位委员看 我刚刚手上有一张修正动议 我刚刚送过来的 看一下 对 第六条是这样 希望能够加列一个第二项 然后第三项配合着修文字 那主旨是这样 我的第六条第二项的修列文字是这样 主管机关应于审查期间召开公听会 且审议会应开放旁听 公听会与审议会结束后 皆因公布详实会议记录 这是第二项的修正文字 那我简要说明 我想这也是符合 现在我们在文字审查的 扩大公民参与部分 让他入到母法 来彰显我们的文字委员 未来更为公开透明 而且第一线就开放民众旁听 那我也做个补充说明 我们过去在台北市政府 已经成功推动了 我们的几个 有关于这种委员会的设置 包括都市设计委员会 都省会 还有环平会 都已经有开放旁听 都已经有详实的会议记录 公开登载 那独缺文字会的这一块 那台北市已经彰显 他们已经这样做 今年三月就上路 那我是认为我们在配合 中央文字法修正的时候 回到母法的位阶 在中央级的审议委员会 也应该寻这样一个 审议期间召开公听会 而且在审议会要开放旁听 以及他的要公布详实的会议记录 这个部分能够入法 这是第二项的修正条文 那如果 第二项的修正 对 那如果或委员的同意 在第三项 会有一个配合的文字的修正 也就是加在 什么什么 委员之临聘任期回避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与第二项審议会旁听之准则 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就加列一个旁听准则的这个部分 也要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这个是应该把它放在运作里面 就应该去做说明吧 如果你这样特别强调公听会 那其他是不是就不一定要举行了 什么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原本的第二项里面 就有谈到就是运作 那运作他们会再去定一个相关的办法出来吗 或准则 那如果你今天特别在 母法里面就加公听会 那是不是其他就相对就比较不重要 所以是不是就不必再去特别强化公听会 所以 我可以叫他们在准则里面 就要放过公听 我是不是建议 在回避的后面加一个旁听 那一样我也是在准则里面 有中央主管今天定制他的一个旁听的游戏规则 这样就好了 旁听还有公听 还有什么听 不是啊 那 那 我是想这样请教 请教 以你们的经验 以我的经验 就是说 文资法让它变成是帝王条款 权力很大 我一直是很乐于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文资的指定 第一个 它很大的部分涉及专业 你怎么诠释这个文化资产 值不值得指定 所以它是属于专业度比较高的领域 第二个 它涉及相当大的利害关系 尤其是我们指定的很多文化资产 其实是私人的产业 所以它去讨论 就是说 它的特定性比公共性更大 就很多公共政策 我们在制定的时候 要有公开的程序 行政程序上要公听会等等 都是因为它的公共性很大 但是文资审定 反而是它的特定性比公共性更强 那你如果让它变成公共性的时候 譬如说我周边的居民想要开道路 你却要指定资产 公听会绝对一面倒在吵架 我不准你指定 因为涉及我们的道路开辟 利益太大了 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说 在文资法的这一块 由于它的专业性跟特定性 大于它的公共性 而且它的指定与否 保存与否 涉及的是 有时候会涉及的是一些利益 重大利益上面的剧烈冲突 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说 有关于这部法典 它的行政程序上 是不是我们还是维持过去的运作模式 这样会不会 比较不会冒着太大的风险 增加未来所有指定上面的 不可预测的那种情境 好不好 我再做个补充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 回应社会期待的事情 其实很遗憾 在台北市最近 你光从南港瓶盖工厂 包括山井 在整个文资审议的过程当中 因为没有开放旁听 我倒不讲说 它的专业讨论是不是有黑箱 是不是影响它最后决策 其实我都尊重专业 只是说再回应一个 因为我认为 就像我们过去常常在开环评会 或者是我们列席去开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 或是那个都市计划委员会 其实那个旁听就只是 你彰显你这个会议是open给大家 那我为什么又提说 会议记录要公布 其实这个现行的操作也没有困难 其实你们现在也是有公布 只是你们的公布 在一些委员的发言或是什么 你们是以 你们公布结论 然后委员发言是以略的方式来处理 我觉得这个都比较难去回应现在日益 高章的这个对于文资审议 更公开透明的这个需求 那我某种程度也同意管妈所说的说 这在审议会当中当然是非常涉及专业性的讨论 但是大家是不是思考一下 它是一个旁听的状况 我们在环评会的过程当中 这些旁听的公民团体 它的意义是它可以在现场watch 这是一个公民审议的过程 而不是它在参与那个决策或讨论 其实我的条文跟我的修正想法 并没有说可以让他们做发言或者是什么 所以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做一下这样子的思考 我这边补充一下 不管商量委员或是无事要委员的意见 我是希望说他们两个的意见 就列在你们的运作办法里面 那办法要送立法院备查 那这样就可以比较详尽 不然你现在只列旁听 那旁听里面还有一些运作的细的规则 那如果我怕挂一漏万 但是两位的提案就要列入我们的办法 运作办法里面 那送立法院备查 那是不是 对不起主席我在打仗 那最少在第三项的部分 你应该把前项審议会的任务组织 运作委员领聘 是不是要加一个就是旁听及公听 或者是其他事项有准则去处理 我同意 但是你在要有这个进步性的一个做法在里头 才会push他们 其实我这个调文修认之前也跟局长讨论过 你那时候也可以处理 你竟然又撞回去 我是这样子 这里谈的是沈亦文会的游戏规则 所以办法上游戏规则里面 我是可以接坐旁听 但是那个公听会是整个指定程序里面的一个环节 所以不应该在这里表示 我们在记录那边有表示说 我行政程序里面 健康网的又要开空定位 那个是指定跟登陆的程序办法 好 那我那就回过 回到专业性的处理 ok 那至少是不是 张亮委员不少意见跟我一不一致 就至少在第二项里头 審议会的任务组织运作 运作旁听吗 委员是临聘任期违避及 违避及 其他相关事项办法也自可 但是我是 不要加进去 对 其他相关事项办法 顿号旁听好不好 回避顿号旁听 旁听还是开放旁听 旁听一样的意思 就两个字 旁听就好了 是这样子 好 对 是这样子 好了 旁听了 我这边 好 等一下 旁听喔 你们讲好 对 是这样 因为公听会是一个審查的程序里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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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地方政府 他们临聘的委员 他们不见得服众 所以旁听会给他们压力 所以 回避顿号旁听 这样就比较没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风险 各位都那么喜欢旁听就旁听了 不是 不是 是说这个用词 前一项審议会的任务主事应做 因为后面写的是委员的您聘任期回避 这个旁听会不会跟这个会不会混在一起 跟委员的您聘 对 应该是任务主事应做 旁听 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在一个顿号委员是这样 这样可能比较不会误解 这样子 好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补充意见 我们是人事总处 那那个第一项的部分 那个组成两个字 可不可以改成召开 那这部分我们是有参考那个 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 还有国土计划法 在这个会议的部分 我们都是改用召开这两个字 我们这边有相关的条文可以参考 这个部分主要是说 因为我们那个中央行政 机关组织基准法 就是尽量避免在作用法里面 有阻塞这样子的用语 但是召开相关的审议会 这个已经有相关的立法力 包括国土计划法 跟水下资产保存法 也就是说跟文资法 类似的一个法律 也是用这样子 他也是写说 主管机关应召开 水下文化资产审议会 进行下列事项就是审议 所以这个召开的部分 还是可以要求主管机关要有相关的会议 这个很奇怪 那他跟本意差很多 不然你就是 因经审议会审议 或因经相关审议会审议 你如果说什么主承跟召开 你要把它改成召开 那个本意差很多 水下说我本来也是写主承 被他们改的 那个没有道理 没有啦 你们法律的不一致性太多了啦 不要为了这个召开 跟主承要让他变成有一致性 乱七八糟的一堆啦 倒是 倒是那个 旁听后面是不是要用斗点 因为前面是审议会 后面是委员 那你用斗点 对 我这里 对 不好意思我这边 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 等一下我们先把召开主承 先搞定 到底是召开主承 如果弄 蛤 各位委员是主承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比较倾向主承 因为我们是两年的任期是 是硬性的 他不是 他没有原额也没什么问题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组成沈英文会 他是任期一致是两年的 没关系 这样子我不是为某一个建设长委员来看 主承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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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承比较好听啦 好不好 谢谢人事总处 那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发现我们时代力量大家都没有看 那 我觉得有些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列进去 比如说 就是有关沈英会的专家学者这样的比例 我认为不能少 一定要拉到 一定要拉到法律上去定定 比如说原住民组织文化资产的沈英会的组成 他部落的代表比例 我没有 你如果放在办法当中 你可能你这变动性太高 这个程序的那个 的这个正当性 我会觉得也会令人质疑 高路委我给你一个建议 因为这种组成 你如果要去监督到他 你就要他那个办法要送立法院备查 在备查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再给他更多的指证的力量 如果你要在母法里面定进去 就会会挂一漏腕好不好 那这个可不可以再加上就是说 如果像这个沈英会遇到重大争议 应该举行听证列在这边 第六条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旁听放进去就是要做听证的 对 各位放心 各位的委员的意见都会很清楚的表达出来 好那林委员是 谢谢我这边大概有几个部分就是 其中一个部分我们之前的这个主管机关是 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把主管机关的部分改成 由文化部会同农委会环保署 因为我们在前面有讨论到有些地方牵涉到是地景 或者是一些地质公园等等的环境 所以这边是不是把 我们就用中央主管机关不列举了 不列举了吗 用中央主管机关 对现在的条文在上面 各位 现在共识的条文在上面 因为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这边的说法的意见 包括其他的补充 就是第一个事情是 如果这个文化资产 涉及自然环境空间影响跟都市计划权益 我们会建议要征聘这个环平委员 所以这边我们用的词是 需于审查委员中征额聘请 环境评估专业委员 环平委员里面会有一个文资的 对 环平委员里面会有一个文资的 是什么意思 环平委员里面会有一个文资的 是什么意思 是在环平里面要文资 文资这边不用环平吧 因为我们会牵涉到的是 我们那天谈到有地景等等的问题 对 他跟其他人不会有 我们有 我们有都记的委员 我们有一些都记类的专业者的委员 对 可是都记那边 他可以牵涉到环境的专业吗 对 保留了 所以他不会有就是其他伤害的问题 是 对 才会有环境的问题 不好意思我后面这边的话 那其实刚刚 这个高路委员这边一直提到 原住民的部分 我们是建议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的这个文化资产 涉及原住民族资产标的 那在审查委员会中 还要在增儿聘请一位 至少一位 具原住民族身份的这个文资委员 这样子 我跟委员回应 实际上这部 我们在准则里面一定会写 然后我们现在母法家的第13条 所以这样这个有关于原住民的文化资产的话 我想原住民的委员不只是一个 可能会大部分都是 我们现在从第13条里面 会给他这样规范 在13条里面会写到 你的意思说 省议会的这个 不管是任务编组 这也是在13条定吗 13条 对 我们原住民的部分 我们在母法里面 13条里面会给他授权 那授权就要会同圆明会定 对对对 没问题 这一定是会同的 就是圆明会是主管机关的立场 这样子 这个的13条吗 13条有有有 13条我们看不到 行政院版的12条 行政院版的12条 第一行是行政院版的12条 然后这里 成委员版本的第13条 成委员版本的第13条 各位看那个2016年4月15号 行政院版本这个 就是第一行的 低劣的这个 第一行的 第一列的这个 第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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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第一组员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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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说他还没有被定的 好我们待会 原住民的部分 回到12条再来处理 好不好 那第6条条文 就照这个通过 等一下 第6条我这边还有一个补充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审议的资料的部分 因为其实 就是说过去没有特别去押 审议资料的公开 那这边我们是希望能够 让他的那个资料更清楚 所以虽然刚刚前面有提到 可以旁听 但是不见得每个团体 他都有那个能力 在那个时候去参加 所以我们建议这边 再加上的文字是 审议委员会審查完毕后15天内 应于政府公开资讯处公告 审查委员名单 会议记录 然后序名这个个案 审查会议核定与否的缘由 那当然这中间如果涉及 国家安全或特殊保护需求的秘密事项 可以序名言予以不公开 让这个就是说报告 就是说他的这个审查报告 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因为我们后面有 后面我们还有提了一个保护的条文 所以希望是在这边 在15天之内 就可以让这个资讯公告 让关心这个案子的民众 可以有机会知道说 他其实审完了状况是什么 这是一个想要押上去补充的部分 这是我们好多委员 都是希望省议会未来能够 从旁听开始都能够资讯公开 那你这是其中的一段 所以我特别强调说 可不可以他们的 省议会的这个办法 来了以后送法院备查的时候 各位就看那意见 有沒有放进来就好了 因为这整个配套的 原则上我们办法上会有这个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各支法的问题 好吧那原则上我们会公开 原则上你包括委员的名单是不是可以 我们可能要先经过委员的同意 那未来的省议的会计 原则上我们是可以公开的 原则上我们把结论公开是open的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部分 谁参加什么会议 这个又是不是用各支法去宽 我个人觉得 他后来都变成很大的会议 原则上我是说 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准则里面 游戏规则里面 我们会诠释他 就是要公开 还是要公开这个概念是这个样子 我想我们是可以 我建议这样子 是不是就在第六条后面 由中央主管 定 中央主管计划定 并送立法院备查 大家就比较放心 他怕你自己再定 不是 不是 不要 不是 这被查不太一样 不是 这个被查的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他就是送过来 我们不审就直接就被查了 但我放进去的时候 他的意义就不太一样 这本来就要送的 不用写的 这本来就会送的 意义不太一样 被查一下 我跨没查 对 我也是 各位 对 我们要审查 今天办法不用送 因为大家那么关心嘛 所以有受到 dont 即有这样的 她是否让你自己 都帮我送的 好啦 不然我们就做 好啦 那这样就好了 我们还是会送的 大家有共识啦 就要送到立法院了 好不好 我們就不准你合背了 好不好 不交 不交了 曾委員 有關這個第六條還是要釐清一下 因為如果按照文化部所提的行政院版本 就包含這個後面講的第十二條 就沒有包含指定 登錄 他後面只有提到這個保存 維護等等 如果按照陳學勝委員的版本 當然就有包含指定登錄 所以這個文化部要先講清楚 我們才可以考量說 這個要不要從第六條移到後面那條條文 我們十二條我會把你的意見納進來 到時候一定會把各位講的 就詳細列舉出來好不好 剛剛就跟局長談過了 一定會的好不好 我們待會到十二條會特別處理原住民的部分 不處理完中午不休息好不好 好 那我們第六條就照這個條文 好不好 大家再看一次好不好 主管機關為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 登錄廢紙及其他本法規定之重大事項 應組成相關審議會進行審議 前向審議會之任務組織運作旁聽 委員之臨聘任期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好不好 好 我們第六條通過來第七條來 第一條大家看一下請文化部也再宣讀一下好不好 第七條文化資產之調查保存及管理會護事項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機關構 文化資產研究相關之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各位有什麼意見 柯委員有加一個普查需要特別再強化出來嗎 來請柯委員說明一下 那個委辦的辦改成委託吧 不一樣 要委辦喔 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 跟委託當然意思不一樣 但是這個委辦 現在行政程序法裡面 現在我們有委託委任跟委辦這三種方式 這三種是不一樣的 那行政程序法裡面是委託跟委任 是可以委託民間的 委辦是委辦地方下級一個機關 這三個用詞在行政程序法裡面是有特別的意義的 這是不一樣的 那個權責就變成放到下面去了 你委託的話責任還在中央 委辦的話責任就變成是地方了 那意思是說我委辦的話只能給這樣 那你委託當然也可以給機關修工 都可以啊 那為什麼你不用委託用委辦 差別在哪裡 我是說你如果用委託 你如果用委託全責還是你 他辦的不好你還是收回來 收回來再自己開 但是委辦的話是這個職責 就委到是地方的職責了 你把全責也委下去了 那我覺得應該是委託吧 為什麼變委辦 不過這個我們沒有改 這個到以前的方式 這現行的條文也都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是在想說是不是應該改成委託 因為 好像一行政程序法裡面 中央對地方只有委辦 也就是有些事項 你不能夠委託給他們做 不能夠委託給地方主管機關 是有權責的部分才需要 那不能委辦 不能委託就更不該委辦 所以委託會比委辦更嚴 就是中央的權責會更更刻意責任 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請法務部 可能法務部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委託委任委辦 這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有有有有 報告委員 那依照現在的那個行政程序法的規定的話 只要涉及到不同的這個主體的話 就像中央機關跟地方機關 它是不同的主體 那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就是要用委辦的一個方式 對 所以那個文字局的這個文字的話 應該是比較符合現在行政程序法的一個規定 對 那個科委員 我建議就是 在這個第七條裡面增列第二項 因為原因就是大家看一下 因為地方主管機關為辦理文化資產之普查 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經費補助 然後呢為什麼要增列這個部分 因為就我們了解 目前地方政府對於這個 所謂文化資產的普查工作很不積極 所以只是要促進地方政府確定 能夠定期來做個普查的工作 那由中央主管機關來編列 預算來補貼的話 勢必會讓他們在這樣的行動上面 會更加具有積極度 所以我建議是能夠增列 在第七條裡面增列第二項 OK 跟委員報告實際上現在是有 現在是有 現在我們的補助辦法 包括所有的普查 各個類別的普查 都是我們來補助各地方政府來做的 那我們現在在第八條裡面 現在目前的 陳學勝版本裡面 陳昭偉的版本裡面 就是有關於第九頁這部分第八條 主管機關必要得以補助 前項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這個就涵蓋所有的部分了 是這樣 公有的啦 保存、修復、修復、管理、文化 並沒有幫忙辦我 沒有幫忙 這樣說的 我雖然認為說 這個部分應該是增列這個部分 每個分蓋來處理 你這個沒有辦法涵蓋 你第八條沒有辦法涵蓋 這兩個不一樣的 對對對 保存也包括普查 實際上現在目前我們都沒有問題 現在目前我們都有給 對但是我認為說 你要在第七條裡面 把他增列這個其實對你們 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 只是增列讓他更明確一下而已 要不然我們第八條 把他保存、修復 還是保存裡面再把他多一個普查 實際上現在目前都有 是啦你都有 但是你要把法律上定例 那你普查頓點保存 頓點修復下的普查 可以啊 可以啊 好啊 其實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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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席 可以嗎 是嗎 普查要放進來是不是 我 好 等一下 有一個相關的概念 我們知道 就是剛好我們討論到 那個科委員提出來的這個 他是覺得普查要讓他更明確 可能是用補助或者是可以委外嘛 那我現在是要確認就是說 你第七條前頭寫的 包括調查、保存、管理維護 那現在看要不要把科委員的普查放進去 那我要確認你的管理維護的這個意涵 這四個字這個動作的意涵 包不包括列策追蹤那一類的定期巡查 包不包括 這一條全部都包括啦 管理維護包括嗎 因為你的字面上 保存裡面的一個涵象 就是所有的類別都是 只要是委託的部分都包括啦 我為什麼有這樣的關注 其實局長也很清楚 我本來企圖在修法裡頭把 所謂列策追蹤的這一類 其實我們現在只列策不追蹤 也就是後續都沒有再做一個定期巡查的這些動作 那我也同意你說的 我們後續放在事情細則去處理 可是現在第七條的條文 我們剛好這是一個機會 我們在討論到文化資產的幾個主要的重點的步驟 包括調查 包括保存 包括管理維護 那是不是在這個機會裡頭我們就把 尋查的這件事情擺進去 然後賦予他也可以委由民間的單位去做 這樣會更明確的去Push他去做 列策追蹤的這個部分 好不好 尋查放在最後 管理維護跟尋查 好 謝謝主席 我是蠻支持那個無事要委員的說法 那剛剛柯次元委員的這個所謂的普查要列入這個法院裡面 我也非常的支持 那我本席在有提出一個修正式在12條 那我的觀念是跟無事要委員是類似的 就是說我們在提報或接受 Anyway 我們現在有法定的程序審查之後有列策追蹤 但是呢我們沒有定期 沒有強制性 所以呢就變成是現在的列策追蹤 常常是虛化或弱化 甚至地方政府如果不執行的話就不見了 那就不了了之 所以呢我是在 我的版本是在12條裡面 在法院明定要定期 至於如何的定期 這個我可以請文化部這邊來說明 或者是怎麼樣來做這樣子 123755都有嘛 對啊都加進去啊 好那我這邊還要補充一個東西就是 在第7條講的就是可以委託其他機關機構嘛 以及民間團體跟個人 可不可以問一下就是文資局這邊 對於就是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 現在部落已經是公法人了 可不可以委託原住民族跟部落 這裡去辦理文化資產調查保存 及維護管理的這一部分 可不可以增列 部落都包括這裡 沒有這不可能啦 你部落怎麼可能包含 部落是哪一個嘛 他是民間團體還是個人 民間團體吧 部落是公法人你把它變成民間團體 那現在這個林住民委員會要不要說明一下 林住民委員會是不是說明一下 林住民委員會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林住民委員會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現在有關第七條這樣寫有沒有包括可以部落 實際上我們來講的話 你只要是公法人或其他的團體都可以包括 我們現在實行的方式 我們現在目前是這樣子 他現在一直都要加部落 原住民族啊 跟主席報告 是 因為目前立案的公法 原民會是嗎 是 是 請說明 部落他是當然就是公法人 可是他會不會立案 我覺得這個是有意義啊 可不可以在這裡陣列最後 就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的租管機關 可以委託部落跟其他原住民族團體 辦理文化資產的保存及管理維護工作 我們許原民會說明一下好不好 主席 是是是 因為會裡面針對那個部落公法人的 目前正在立法啦 那因為 部落公法人以後他就是會具有所謂公法上的一個地位 所以他可能就是他也會是個團體 所以如果說假設第七條要包含到就是部落的話 他可能就不能說他是民間團體 因為他是具有公法人的一個地位 目前是民間團體 要等到修法以後才知道嗎 已經修法了 是 對 已經修法了 你不是說修法以後還可以兼具公法人嗎 不是 我意思是說他現在正在就他怎麼認定這個程序去做一個立法啦 不過因為在那個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那個規定 他已經是具有公法人的地位了 對 所以這樣的話可能如果是寫民間團體的話可能就 他就不會是民間團體 對 我 實際上這個東西實際上你只要有專業能力 我們委託的話你都可以來做 你只要是公法人立案都可以 這個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東西我們不會特別排斥的 原住民族的 是啊 是啊 文化資產是別人來幫我們訂的吧 誰能定義我們的文化資產 不是啊當然這個我們一定會照遵守的 只要是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在 我們行政版本第12條 也就是陳昭偉的第13條 我們有一個母法的授權 要給原住民委員會 那目前因為在階段性來講 我們需要用辦法 那以後辦法訂立完了 因為這個是階段性的東西 辦法完了用 我們當然也實時用專章 那專章的時候部分的話 都有原住民的文化資產價值 但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個我們的第三條有兩個意義 你具有藝術文化科學歷史的價值之外 他當然本來就是有文化資產價值 但是要記得 是要經過行政程序 要做處分的 要指定跟登入 也就是說 不是所有的文化資產都具有價值的話 因為我們要用工部門的資源進來 所以我們要做地方主管 地方或中央主管 要做一個行政處分的動作 他才是進入我們的文思法裡面 所講的文化資產 所以我們不否定其他文化資產的價值 所以我們現在從魔法上來講的話 我們從第13條針對文化 那個原住民的文化資產部 我們特別的 預計它的特性 我們用一個魔法 然後在整個遊戲規則 在我們第13條的辦法裡面 我們把它遊戲規則 但是一個大原則 它的類別等等 要回到我們文思法上 我想這樣的話 原住民的文化資產它有價值 我的意思是說 它要跟我們台灣文化資產的價值是一樣的 你不能給它特別 要不然人家會有點 只是說遊戲規則 我們會有一個專法的遊戲規則來處理 我現在一直是這樣子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不一定都每一個條文裡面 都要把那個加進來 不用你放心 在整個未來碰到這個原住民的文化資產 我們有一個遊戲規則在處理 一定的 而且一定是以會同 嚴明會來處理的 是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是朝這個 不一定每一個條文都要加這個 各位放心 我們所想的這些民間傳染的公法 只要是部落是屬於這些類培 都可以進來是沒有問題的 是這個樣子 我有一個建議 因為我看到我們好幾位原住民委員 都非常認真關切 原住民文化資產的保存 是我們審到第七條之後 我們就先審這個文字法裡面 關於原住民文化保存的相關條文 如果那條文讓原住民的委員都滿意了 後面就很好進行了好不好 我認為是這樣比較好處理好不好 委員 剛剛具體建議 綜合我跟何欣辰委員的建議 文化資產是調查保存管理維護 加一項定期巡查等事項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 去辦理好不好 加定期巡查 好不好 就我們把我們最擔心的劣策追蹤那一部分 都被你們指劣策不追蹤 我們賦予你們一個母法的權限 去可以委外來進行 局長我是替你解決問題 你看大家對地方文化局都 事實上地方文化局都很弱勢 很弱勢 事實上也都沒有在做這一塊 好不好 定期巡查 我沒有什麼意見 怎麼樣局長 沒有關係啊都加吧 多加 是加在那個 劣策追蹤的那個裡頭是巡查 那跟剛剛柯委員講的普查是不一樣的事 是不一樣的事 定期巡查 應該是文化資產是調查 保存 還有定頓號定期巡查集管理 這樣比較對啦好不好 還有一個 有一個程序啊好不好 對 那現在是維州委託 可以委託 這些學校啦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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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 學校 對你 對你當官的事情 進行的表 還定性啊 是 好不好 第七條台灣 大家看過如果沒有問題我宣讀喔 不要叫我再重念一次好不好 哪一個 普查我們擺到後面 跟那個黃國書委員 第十二條有一個 十二條你看我的版本 十二條 沒有我們 再加上你的那個 就正好完美好不好 所以 所以客委員 客委員你會放到十二條來處理好不好 經費來源 不是 第七條調查實際上也包括普查啦 因為我們昨講的文化資產調查是涵蓋普查那些都包括啦 所以我建議客委員的那個條文放到第十二條跟黃國書委員並相處理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們第七條 各位看一下沒有問題我們圈讀完我們就進入原住民的專章好不好 第七條文化資產之調查保存定期巡查及管理維護事項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跨湖購或委託其他機關跨湖購文化資產研究相關之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委辦直轄市縣礦湖市主管機關辦理好不好 第七條 好我們就這樣通過來 現在請那個文化部把有關原住民文化資產保存的條文 告訴我們所有的委員好不好 在第幾條條文有好不好 我想我們行政院版本第十二條因為是去年的這個行政院版本 所以接受到我們原住民委員的一些提案的時候我們就修改 然後併到這個程學院的版本裡面 所以我想我們先讀我們招委的版本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這個行政院版是去年的 然後今年因為送過來沒有在修 所以我想我們是以程學院的版本來說明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條文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也有吧 好不好 來 陳委員版本第十三條 原住民族之文化資產其調查研究指定登入 廢址變更保存管理維護修護再利用其他本法規定之相關事項 其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資 指揮統 好 那在就是陳委員的版本這裡面 原住民族之文化資產後面 我這裡修正動議有加上就是包括但不限於第三條之有行及無行文化資產 再來呢 研究跟指定的中間我覺得可以加一個審議 我們文化部有修正的動議 我們請文化部宣讀一下 第13條會整前兩次我們審查的一些建議 各位看這一份三條裡面我想 我們先請我們同仁先讀一下 我們這一份的第13條 各位請看我們再修正建議的第13條 我們現在是把授權事項 我們把它條列化 就是原住民主文化資產所設下列事項 其處理辦法由主管計畫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計畫定資 一 調查研究指定登錄廢止並跟管理維護修復及再利用 二 據文化資產價值但無法 哪一 第三條規定類別辦理者之保存四項 三 其他有關原住民主文化資產之保存四項 我想我們是配合委員 我想是這樣 實際上 到底來說應該是沒有其他是這樣 因為各個類別實際上都包括原住民的文化資產 不會有說有第三條以外的類別 但是我想為了讓原住民委員 我想我們可以加 我想是這個樣子 鄭委員 有關這個第十三條 我是修正的條文是原住民族文化資產 依第三條各款手類文化資產辦理指定或登錄 但據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異性者不在此限 那後面的條文就是類似陳先生的條文 前項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調查研究指定登錄廢紙 變更保存管理維護修復再利用及其他本法規定 相關四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資 這個第十三條前第一項 就是所有會加 但據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異性者不在此限 最主要是考量 我們修成這樣子 我們修成這樣 我先說明 就是我們上次討論的時候 有談到那個像周族的KUBA 或是這個一些青年會手 各族群都有 這些都沒有辦法涵蓋在第三條 所規範的那個有型跟無型的一個範圍 類別裡面 都沒有辦法涵蓋在第三條 他在修正建議裡面的第一條第二項 就特別把您的建議放進來 這個地方他 就是據文化資產價值 但無法依第三條規定類別辦理整治保證事 不能講價值啦 而且 你 據文化資產價值 第十三條嗎 據文化資產價值 但無法依第三條規定類別辦理者之保證事 不太一樣 我這邊寫的這個 既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異性者 不再此現 我這邊寫的是這樣 當然文化部也可以看一下我的條文 當然我更希望 其實我們更希望把這個這計畫 就是說 你能不能引印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還沒有引印下來 好不好 就既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異性者 不再此現 如果這計畫如果能夠回歸 再放在第三條是最好的 影印我會比較建議也是那個 曾天才委員的 其實那個文化差異特性是不同的 你不能夠用價值來 這樣子的名稱來定 所以那個差異性 特殊性其實是要講出來的 對 如果放在第三條的話 如果放在第三條的話 就是只有那一句話 只有彈書那一句話 只有彈書那一句話 本法所稱文化資產 只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 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 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 但 就開始但 既有文化特性、他一性的 不再此現 就是說 因為第三條是在分類 解釋是 不是 不是不再此現 現在第三條 所謂的都可以 但是如果這第三條所謂的 不 法制單位 法制單位 沒有錯啦 法制單位 這個就是說第三條首列的各款之外 還可以另外依原住民族的文化特性跟差異性 來另行指定 我剛剛有解釋了一下 具有我們文資法所講的文化資產 是兩個程序 一個就是他既有那些價值 第二個他一定要經過地方政府的行政處分 這個很重要 那未來你這樣其他的類別的話 他要歸哪一個類別 那誰來做行政處分 也是要回到地方政府去啊 那回到地方政府去的時候 他還是要回到第三條類別的公告的項目來公告啊 對對 不是 所以 沒錯沒錯沒錯 我的意思是說 一定是包括我們第三條的類別 一定是包括第三條的類別 只要 原住民的文化資產價值 他可以跟地方政府提出申請去做主分 提出申請去做主分 那現在問題是因為現在我們委員會的委員 大部分是漢的 所以有時候對原住民的委員 不了解 原住民的文化價值不了解 所以我們才第三條 做一個這個水域委員會 大部分都是原住民的委員 我想他們對他們本身的原住民的文化資產價值 會比較了解的話 他還是會給他歸類 但是他還是回到第三條的歸類裡面去 這樣原住民的文化資產價值 他有價值 我的意思是說他不是特殊的 他還是回到這裡 只是說他在判定的時候 這些委員 因為我本身是原住民的委員 所以我知道原住民委員的價值 他知道全市 他知道全市 他跟漢民族的委員全市會不一樣 這一定是都可以歸類 我保證各位現在 原住民委員的文化資產價值 都可以歸在第三條 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在程序上 我把它加進來 這個東西 只要由原住民的委員去做判斷而已 這個我們就尊重原住民委員會 還有一些原住民委員 這樣子一個判斷而已 他接著是就是是 然後他一定是歸在第三條的 各個類別 一定的 你放心 尤其我們現在無形的 在各位委員的檢子施價 那個 這個也沒有問題 我應該ok啊 這個我是接的也ok 本來我們講 用條例式的比較清楚 那加這個應該也ok 我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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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架子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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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嘿嘿嘿 去原住民族文化特性之差 對對對對 對對對 我就這樣這樣啊 對對對對 我想說我們就這樣講 你叫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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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拿過去叫他改 ok啦 我們就第二項裡面 把它加那幾個文字 ok啦 ok 我們全力尊重原住民委員的意見 對 他們有共識我們就有共識 好不好 來好繼續看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是是是 好 他不是第二項要照政委員的那個 第一項嗎 不是那個第一 我們的第13條 第一項第二款 就是大陸包括 大陸不見 大陸不見 都要開 嚇死了 有很多 高 Cake 以大陸不見 一說 現在 連住民族說 最重要的 政委員高陸委員高警委員 可以嗎 可以嗎高陸委員 只有保存嗎 高陸委員可以嗎 只有保存嗎 不是只有保存 我們的希望是 這個第三條 保守類的各款 我們的文化資產是沒有包含在 有一些是沒有包含在那裡面的 所以不是只有保存 是保存是這樣 還是什麼 包括所有 包括全部了 保存事項 用切啊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大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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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啊 我的建議你是不是以文字修正 你第二項又是保存事項 然後第三項就是其他有關原住民文化資產的保存事項 好像一直在那個文字是不是太多了 這個是照政委員的版本下去說 第三條就不要了吧 對 第三款其實不用了不然很奇怪 來各位委員再看一下 包括蘇委員蘇委員也看一下 看一下你可以融合貫通可以喔 如果可以我要宣讀喔 宣讀完不能反悔喔 第十三條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所設以下四項 其處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一 調查研究指定登錄廢紙 變更管理 維護修復及再利用 二 據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差異性 但無法依第三條規定類別辦理者之保存事項 各位可以嗎 好可以我們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謝謝 嗨 政委員 還有一條還有一條嗎 經費 為什麼第三款沒有 怎麼樣還有什麼 來 是不是 那個 跟主席跟主席報告 就是說 因為第二款的那個部分主要是針對 就是說 現行文資 把它現在修法的第三條那個部分 可能 可是卻沒有辦法歸類到第三條目前的 各款的那個 那個文資嘛 例如像那個 那個剛剛講的那個 周族的枯拔 或者是說 一些青年會所嘛 可是如果說像這樣子第二 第十三條 來規範的話 好像就是只有針對這個部分的保存 是想去 去做規定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沒有 原先沒有辦法被包含在裡面的那些 那個那些文化資產的類別 他怎麼樣去指定登陸 都沒有被包含在裡面 我說明一下好了 實際上 KUBA青年會所 實際上他可以提出來 他現在 現在目前的分類 他實際上都可以提出來 但是 為什麼會沒有被登陸 因為 有很多 沈一文會用漢族的角度 去解釋他的話 也許他不具有古蹟 不具有歷史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我們原住民的 這個文化裡面 所有的委員 都是原住民委員 他就會承認 然後就把它登陸為古蹟 然後就回歸到第三條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不會有 不是 看他也許是紀念建築 也不是歷史建築 我們國家不能有歷史建築的兩道標準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那條 那些就是保存自己 所以有保存自己 那些就是保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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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我跟各位報告 政委員的原本的條文 是比較 比我們現在的條文好 我唸一下給他聽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 一第三條 各款所略文化資產 辦理指定或登陸 這表示他就是 依照我們現有的文資法 一般處理 但據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及差異特性者 不在此限 這樣就把 不歸漢族標準的又納進來 就是完全 一般的跟特例都涵蓋在內 我覺得你的條文寫得比他好 我覺得第二款應該這樣做 對啊 好不好 我覺得 第十三條 第二項 第一項第二款 我是覺得 內北還是要歸啦 那一定是內北 那才是進入我們的 文化資產保護的體系裡面 有一件事情 我們把它講得非常清楚 現在原民會呢 他對保存事項這四個字 他的理解就是 為什麼只有保存 沒有別的 保存 但是我們 等一下 那我們所有人的理解 都是保存事項 就是包含 所有一切事項 但是他不認為 所以你把它講清楚 來 一般我想我們從文資法第一條 我們從文資法第一條 我們文資法第一條裡面 談的就是保存 保存就包括所有的 是這樣子一個概念 我們文資法第一條就這樣子的 就這樣談的 我想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這樣搞清楚了 局長不好意思 等一下那個低款的部分 他的再利用後面 可不會再補上那個政委員 及其他本法規定之相關事項 這個保存兩個字的表面 不是保存兩個字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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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保存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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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文資的保存一個 整個文資的保存的一個 內容性跟處分跟內容 跟內容的 搞清楚 搞入的意思是說 搞入委員的意思是說 在那個第一款 第一款的最後一句話 再利用 及其他 其他本法規定相關事項之辦法 這事項 及再利用那邊 不是 及再利用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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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本法規定 這相關事項 容許主席再建議一次 如果要這樣子改到後來 就用政委員的版本 我覺得政委員版本乾脆 你寫的還比我們現在這樣改好 大家看一下政委員的版本好不好 政委員的修正條文 我再唸一次給他聽喔 第十三條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一 第三條各款 所列文化資產辦理指定或登陸 但 據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及差異性者 不在此限 前項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調查研究 指定 登陸廢紙 變更保存管理 維護修復 再利用及其他本法規定 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援助民族主管機關 定資 這樣就很清楚了 對啦我覺得 定的好了 都不要 十三條就照政委員的版本就好了 十三條就照政委員的版本就好了 不是啦現在這個 政委員的版本有點會 把第三條都有類別 這個推翻了 也就是說我還有其他的類別 我現在一直是這個樣子啦 你知道因為那不在此限嘛 他講的十三條 所以我建議還是回到 我們這部分這裡啦 阿 我是建議啦 這個條文要按照原住民的思維去定這條文 這才是尊重了好不好 他們 好不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請三位原住民委員 四位還有蘇委員 給我們建議一下好不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協商 休息十分鐘協商 對對對 要尊重人家 因為我們就想說 這年來的幹部很有力 就整體而言 會有沒有 好 有 ahh 對 有 每一個人都做 好 去哪裏 有 好 有 就是 我們第三條有沒有其他 第三條沒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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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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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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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法以第三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说 如果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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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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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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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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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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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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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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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